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前 公安部分析了近五年春运道路交通事故特点 对2020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研判 并发出交通安全运 据统计 近五年 平均每年春运发生一次死亡 三人以上事故90起 较大事故风险高于全年平均水平 结合客货运流量 交通出行特征 天气预测等综合研判 2020年春运交通安全面临较往年更大的挑战 首先 由于今年春节时间较早 2020年春运前期 学生流 物工流 探亲流将高度叠加 道路客运高峰将呈现来得早 时间长 峰值高的特征 预计节后将在正月初五 初六 以及元宵节后迎来客流高峰 二是私家车自驾出行持续攀升 预计2020年春运期间 自驾出行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近五年春运期间 私家车肇事占比 由2015年的53.1% 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69.4% 三是旅游出行持续升温 近年来 旅游过年已成为春节假期主流休闲方式 预计2020年春节假期旅游市场将迎来新的高峰 旅游包车特别是非法营运黑包车安全风险突出 1月9日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联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发布了15件食药监管执法司法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15件典型案例 是中央依法治国办在专项督查工作中梳理出的 2018年以来查办的案件 案例的选择坚持专业性 优先选择有典型意义 有代表性 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例 同时兼顾新颖性 能够为今后执法司法机关 有力打击食药违法犯罪行为 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读查中发现的问题 中央依法治国办坚持狠抓整改落实 持续跟踪问校 对5个被读查省份进行了现场反馈 重点指出被读查省份的突出问题 并提出明确的工作建议和整改要求 2020年 中央依法治国办和各相关部门 将以更强的责任担当 更严的监管标准 更有力的工作举措 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 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 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排在首位的是 工信部15款应用程序侵害用户权益 近日 工信部公布了第二批 15款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应用程序名单 其中 瑞幸咖啡 天涯社区 风行视频等应用在列 工信部要求在1月17日前完成整改 排在第二位的是 公安部要求整治春运霸坐祖门 日前 2020年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春运安保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会议提出 在2020年春运期间 全面加强安全防控 严厉打击撤票 盗抢骗等 违法犯罪行为 持续整治霸坐 祖门等违法行为 排在第三位的是 女子投诉快递员后 遭其暴打 近日 深圳罗湖的吴女士 因多次投诉一位快递员 不送件上门 竟被对方报复 快递员曾某在打电话威胁之后 冲进了吴女士的家 拿包裹锤打吴女士头部 当民进赶到时 曾某竟还威胁吴女士说 如果不是有法律 能把你打死 经医院检查 吴女士为轻微伤 目前曾某已经被行政拘留 针对此事呢 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说 要加强快递人员职业素质培养 还有网友说 建立黑名单 让这种人不再从事服务行业 以上就是今日热度榜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来联系我们 更多移动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观看 接下来进入 今日聚焦 1月10日 2020年春运正式拉开了序幕 每年的春运都是一场盛大的迁徙 对铁路部门来说 也是一丝大考 2020年 为期40天的春运就从1月10号开始 拉开了帷幕 此时北京站的各项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对这个战区加大了巡视利路 我们增派了大约有45人 对战区各个卡口加强了控制 零点刚过 北京站就迎来了午夜的第一次客流风风 零点29分 开往南通的快4051次列车 从北京站准时开出 这是北京铁路局今年春运 首趟加开列车 自此北京铁路春运的大幕 全面拉开 每趟列车就要求我们乘警 每一名乘警要在港在位 要增加见景率 确保旅客乘降车的绝对安全 现在是2020年的1月10号 北京时间凌晨1点钟 就在30分钟前 北京市的首趟春运列车 快4051次列车就从北京站发出 而现在在我身后的这趟 开往峨眉站的快4219次列车 也是首趟列车 它是春运首趟务工人员专列 将在凌晨1点07分从站台驶出 而我现在也拿车票 将跟随大家一起 踏上这趟历时超过37小时的列车 快42194列车旅客 集中流向为四川省 是由四川省总工会 与铁路部门 联合为在京务工人员组织的 专列宝车 四年没回家 想儿子吗 鞋儿 想的有的时候就哭了 没睡着 一整夜都没睡 因为回家亲戚嘛 特别高兴 这是给父母买的鞋 这是给父母买的鞋 这是给父母买的操场 给父母买的奶粉 回家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仅是一个习惯 更是一种信仰 对于北京铁路警方来说 让旅客平安回家 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自己的上面是不对的 你坐乘车当中 你可能低着头睡觉了 你放在这个行李 你是失控的 所以我们建议 在摆放行李的时候 放到你的鞋上方 比如说你坐这儿 你就把行李放在这个位置 抬头控制 你的行李非常的方便 在你的视线控制之内 看这个 尤其初音开始之后 每个人回家的脸上 都有一种这种笑容 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 所以说我们维护旅客回家的这种 虽然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据统计 1月10号 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10.9万人次 2020年春运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4亿人次 同比增长8% 最近网络上流行起了一个词 叫做天赋基因检测 只需要几毫升唾液 和几百元的检测费 就能知道 孩子究竟适合学画画 还是学跳舞 将来会成为艺术家 还是运动员 可这样的人生剧透 真的靠谱吗 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天赋基因检测 可以看到好几页相关产品 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检测内容从舞蹈到美术 从运动到音乐 五花八门 检测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用柿子在口腔内壁刮一刮 把样本寄回检测中心 一周到一个月之后 就可以收到天赋基因检测报告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家基因检测公司 询问到底可以检测哪些天赋 现在卖的是498人 就是儿童天赋的 就等于儿童天赋大权 什么都有 目前市面上的天赋基因检测 除了运动 绘画 舞蹈 音乐等常见的天赋 甚至还有领导力 幸福感 抗压能力 吸收教训能力 甚至成功等极为抽象的能力评估 再加上 让每一个小天才赢在起跑线上 选错兴趣 也许让天才沦为平庸这样的广告语 句句戳在父母的心坎上 不少产品都有成百上千条购买记录和评论 而对于这样的天赋基因检测 有多大的可靠性 另一家检测公司的负责人 信誓旦旦地表示 检测非常可靠 那么所谓的天赋基因检测 又是如何进行预测的呢 在天赋基因检测的报告中 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原来每个所谓的天赋 都对应着一个或几个基因位点 经过粗略统计 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中 决定天赋基因位点 约有120个 但据此判断的天赋数量 却已经延伸出了 几百种不同的说法 那两三个基因位点 是不是就能够判断一个人 在舞蹈 音乐 甚至领导力 这些方面的能力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这个天赋啊 它有很多种 天赋基因 它本身指的一定是特别复杂的 我们叫复杂性状 什么叫复杂性状呢 比如说你这个身高 你控制你身高的这个基因有很多 我们呢是有 知道有一些位点会影响身高 但它那个贡献力可能很低的 这是毫米级的 通过这个就能预测 这个孩子未来能不能长到像姚明那样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那么成熟 专家认为 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天赋 涉及了大量不同的基因和分子机制 要把这些搞清楚 需要同时研究很多 具有同样天赋的个体 目前还没有这一类的大数据 因此用两三个基因位点 判断天赋这一宏大的命题 无异于电子算命 目前的这个科学进展 只能是说我们还是集中在 对于疾病研究 我们还没有集中到 对于天赋的研究上面 一个人的能力 又是由天赋 加上你的后天 对不对 所以那个后天特别特别的重要 基因检测天赋并不靠谱 那么一些遗传病筛查的基因检测项目 是否具有参考价值呢 确实有很多这个 这种产品啊 特别是关于这个风险产品检测 确实有一些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我分析你的这个组员 或者是说你想看过自己的风险 那你就要找正规的 这些分析呢 还是很有根据的 但是呢 天赋那个我就不建议了 专家提醒 当我们拿到一份基因检测报告 其中关于患病风险的部分 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支持 但对于个体来说 还应当理性对待这个结果 将这份报告当作一个提示 而不是一纸判决书 任何一个性状或者疾病 你是不是发生了 它一定是遗传 还有环境和后天作用 共同作用的结果 你有遗传风险的人呢 不一定一定就得这个病 风险不那么高的话呢 也不意味着 你就一点事都没有 这是一个综合 这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要是 风险比较高的话 你确实很容易被触发 你就要比较注意 天赋基因测试 看似是崇尚科学 用高科技说话 实则是电子算命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刘明律师 刘明律师你好 你好 陆辰 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呢 对 小时候很多孩子扎舟 找到什么 就可能有什么样的人生 基因测天赋一许投工 游戏娱乐一下这无口厚非 但是如果虚假宣传夸大迷信 披着科学的幌子 来去算卦做生意 还真就不能娱乐视之 说白了呀 无非是孩子的钱好赚 商家利益驱动的花人多 家长就迷信被套路 所以怎么办 首先还是要加强宣传 提高科学素养 不能够迷信 科学如果不被正确去占领 还真容易被错误去迷惑 特别对于基因 大家都觉得很神秘 作为人类遗传资源的保护利用 我们是有法律规制的 还涉及到隐私伦理 如果娱乐化污化 经营检测 让人有误解的话 那社区信任 那我们的合理的开发经营利用 就可能受到阻力 阻碍医学的发展 其次呢 作为家长 还真就不能够浮躁 功利化 要尊重教育的规律 孩子成长的规律 天才可是1%的灵感 加上99%的汗水 这话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些孩子的成长 怎么可能去计算 去人为的塑造 第三呢 还是要加强监管 如果真涉及到非法经营 虚假宣传 欺诈 那该承担什么责任 就承担什么责任 这样才能输入 正确的社会导向 避免更多打擦边球的行为 其实啊 说到底啊 孩子他有自己的人生历程 人生该走的路 每一步都不会少 所以这种过早的人工干预 花钱是小 可别耽误了孩子的正常成长 好的路程 好的 谢谢 谢谢刘明律师 日前浙江渠州警方 侦破了全国首例境外生产 国内销售的跨国假烟大案 涮金额超过了2.1亿元 2019年1月1号 浙江省渠州市烟草专卖局 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杭金渠高速公路上的一辆货车 疑似运输假烟 随后 烟草专卖局与高速交警渠州支队 联合开展了卷烟稽查行动 打开一个箱之后 发现里面全部是新版力群 那么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个初步判断 这批烟应该是假化卷烟 那么其中有一个实验人员 他交代这批烟是从广州运往上海的 那么他这个人是负责押运的 现场供查获香烟238响 共计11888条 随后烟草部门将查获的卷烟样品 送往浙江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定 一群新二代是抽两脚 通过鉴定为假冒责商标签 为列转业 1月2号我们将该案件 按照规定 以送取救市公安局另案侦查 据当天负责押运的犯罪嫌疑人 蒲某交代 自己长期在妹夫赵某的物流公司 押运货物 这次出发前赵某也曾允诺他 会有高额回报 你早一打算就是 反正最后这一趟弄完了 明年我也不过来弄了 自己愿找谁找谁弄去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已经 不能再做了之后 当时我就想的是 有想把最后这趟弄了算了 过年了嘛 2019年1月4号 警方前往广州将赵某抓获 这个货主是一个网名叫江南的 一个男子 然后我们进行了信任探 发现江南的政治身份 是前母年上海的 那么他说他现在有一些货 要从广州运到上海去 问我能不能做 我说当然没问题了 我广州到上海 两边都有公司 对不对 国内物流我也可以做 况且2018年的时候 生意也不是太好 赵某交代 自己也质疑过这批货的真假 但是高额的利益回报 让他蒙蔽了双眼 要求我们做的 我们能赚钱的 为什么不做呢 有赚钱当然比过好 过没赚钱嘛 有些东西我可能知道 这个东西可能是不能快递的 但是我哎呀 我生意不好 这个东西可以放松一点 是不是行呢 尽管放松一点 是不是就可以多做点生意呢 随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刑针 经针 计针 网针等相关部门 联合侦办案件 很快主犯浮出了水面 据了解 钱某良1963年出生 2000年因犯走私罪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出狱后很快又做起了烟的生意 一年飞机往返200多趟东南亚 2019年6月23号 由公安部经侦总局带队的境外击捕 取证组附境外猎狐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专案组顺利完成对涉案人员的抓捕 及工厂搜查取证工作 通过分析以后 我们发现它这个生产窝点 分工比较明确 有这个厂长 还有技术人员 还有车间主任 还有仓库管理员 会计 负责报官的这个人员 国外的这个窝点 相关人员也知道 我们公安机关抓获了他们的老板 那么这个时候 它这个国外生产的窝点 已经停产 前某的工厂在境外某工业园区 厂房约有2000多平方米 里面堆满了大量的制造香烟的原辅材料 以及生产设备 前某娘交代 2019年1月1日 查获的这一批新版流行假烟 就是出自于 它某境外某国 这个工厂里生产的 然后经过走私入境 然后在国内分段进行销售 截至目前 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 涉案金额2.1亿元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日前 四川甘孜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前往广东省中医院 接受免费救治 他们治疗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19年12月13号 第一批由中华慈善总会资助的 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 13名先心病患儿 在广东省中医院接受免费救治 画面里的女孩名叫阿秋 今年13岁 坐在旁边的是她的爸爸 刚才来检查的时候 才知道我有心脏病 之前也没什么 一点诊都没打过 那你只要一会儿要做手术了吗 我一会儿要做手术 你害怕吗 嗯 不害怕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 有点难过就哭了 老师就这样说的 是免费说的 不要难过 这个机会 机会 这个是最好的机会 是的老师和同学 全部都这样告诉我 谢谢你挺开心的 到里面给你打药 睡一觉起来 手术就做完了 阿秋这个小孩呢 他的心脏的情况呢 还是稍微复杂的 我们给他听诊 发现他心脏有杂音 又做了这个心脏的超声 明确就是一个原发孔的 一个防剑格缺损 那这个病呢 是只能通过手术的方法 来治疗 他这个手术呢 是需要从他自己的这个心脏 表面 这个心包 区块膜 然后呢 补在他自己的这个房间格缺损上面 另外呢 还有做一个二间半膜的一个修补 这个手术是由这两部分来完成 手术大约用了五个多小时 据林主任介绍 阿秋手术很顺利 术后状态稳定 据了解这批患儿已经全部确诊 并等待下一步治疗 他们都是先天性心脏病 就是已经是确诊的 大部分的话呢 都是通过这个手术 规创的方法 可以得到很快的治疗 我们呢 就预计在两个月内 就是又把我们甘志州的这几十个小孩 又把他们全部手术完成 2019年12月24号 中华慈善总会对广东省中医院 进行了千名少数民族先心病儿童 救助行动爱心医院受牌仪式 当天还有不少爱心人士来到医院 探望患病儿童 为他们送去温暖 看到他们手术以后 身体恢复得很好 很快 很健康 我们非常的开心和荣幸 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帮助这些孩子 下面进入今天的法治素揽 看看全国各地 还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当天凌晨三点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 一辆出租车从中山大道 往水黄大道右转 进入专用车道时 左侧一辆大货车突然靠近 挤压出租车 并将它拖转行驶二十多米 据货车驾驶员某交代 便到时由于处在市县盲区 他并没有察觉到与出租车发生寡蹭 直到从后视镜观察到 货乡部位闪出耀眼的火花后 才察觉异常 民警介绍 驾驶员袁某 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发下午 在广西贵港市一学校路段 一群小学生不等绿灯亮起 就奔跑着穿过半马线 中央隔离护兰的行人缺口 此时一辆白色轿车驶来 因避让不及 将两名跑在最前面的孩子 刮倒在地 轿车驾驶员立即下车查看 将躺在地上的孩子抱起 众人一起护送两个孩子到路边 随后两个孩子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检查 其中一个孩子轻微脑震荡 鼻鼓挫伤 另一个孩子头后部轻微血肿 目前两人仍在接受治疗 事故责任还在进一步认定中 前不久北京西站派出所 便因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一男子将车停在宋站盘道上之后 不停搭讪过往旅客 行迹十分可疑 随后对其进行盯控 当该男子看到两名走错车站的旅客 从进站口折返出来时 便立即上前搭讪 反复纠缠 当民警看到男子将两名旅客 带上车后 立即上前 拦下了这名男子了解情况 下车 紧张下车啊 下车吧下车 立即下车 好好好 坐下车啊 别动啊 精神查男子李某 对其非法营运的事实 共认不讳 李某交代 其利用旅客走错车站 召集乘车的心理 借机抬价宰客 目前李某因涉嫌非法营运 已被移交给交通执法部门 做进一步处理 下面来看一则警情通报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 对涉嫌介绍卖淫罪在逃的 犯罪嫌疑人吴清延 进行悬赏通缉 对提供有效举报线索的 事情节给予500至5万元的奖励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发生在山东烟台的一场 紧急救援 更多移动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观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